接下來要跟魏介紹的內容叫做 那個分子是要怎麼寫的 我們就要寫出它的元素對不對 元素不號 這個我們OK 那數目呢 就在右下角標 右下角標 科學家也是很懶惰的 所以依舊省略不寫 以滿一就不要寫 所以S8什麼意思 流有幾個 八個 八個瘤構成一個斜方瘤分子 你不用管什麼叫斜方瘤 我從現在沒有叫這個玩意了 有瘤的銅素液構體 斜方瘤 八顆球有六十個碳 講過對不對 所以寫多少 C60 六十個碳組成一個八顆球 所以寫C60 那F123是什麼意思 那是有幾個鐵啊 兩個鐵 有幾個氧啊 三個氧 所以三個氧跟兩個鐵 組成一個氧化鐵 三氧化二鐵的分子 誰知道 三個氧加兩個鐵 所以在右下角寫數字 一省略不寫 表達它組成的元素的數目有多少 所以一個鎂跟兩個氯 要怎麼寫呢 鎂就是Mg嘛 綠就是Cl 兩個氯就叫Cl2 卻寫成MgCl2 寫成MgCl2 又是我們的寫法 OK 來 搞清楚這什麼意思 兩個H 兩個氫原子 雙胞胎 雙胞胎 兩個 兩個H H 2H是兩個H 綠球 一個一個H 兩個雙胞胎 H2什麼意思 連體一 這兩個氫有八在一塊 連在一起 組成一個分子 所以是一個氫分子 裡面有兩個氫原子 像圖這樣子 連在一起 OK嗎 2H 雙胞胎 H2 連體一 那個兩個連在一塊 形成一個分子 所以 2H2什麼意思 兩個氫分子 兩個氫分子 所以兩個連體一 那總共幾個氫原子呢 4個 總共4個 1 2 3 4 4 要圖式 你要懂它的意思 懂它的意思 OK嗎 懂它的意思 好 如果你真的理解了 於是 停車站界問 2H2SO4 有幾個 H2SO4就是硫酸 2H2SO4 請問 有幾個硫酸分子 幾個氫原子 幾個硫塩子 幾個氧原子 來 第一個站起來的人 可以隨便挑一個回答我 其他人就要越來越少 最後一個就沒有 沒得挑了 來 找一位大帥哥回答我 Number 5 霹靂5號 霹靂5號 挑一個回答我 你要挑哪一個 4個氫原子 你要挑的是氫原子 有4個氫原子 好 再換一位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26 26號 26號在哪裡 26 調一個 調一個 2個氫原子 2H2SO4 2 所以2 一坨 所以 2個 留3分子 還有一個 硫原子 跟氧原子 帥哥美女 來 這位叫做 21 幾類 不要抓衝死啦 快點 養一個 養一個 劉哥養 你要養哪一個 不會喔 5 4 3 2 1 錯 換一個人 換這位叫做 13 13號 你挑一個回答我 兩個 劉原子 最後一個沒得挑的 有幾個養 最後一個沒得挑的 有幾個養 2 8 2 8 8 8 那麽多 聽死人耶 請坐 了解意思嗎 了解在裡面的意思嗎 OK 好 好 這個 這個我不曉得國中為什麼要教啦 但是課本都教了就講一下 有些東西並不是用分子形態純 它是一堆一坨 比如說金屬 好多的金原子 把一大塊 切不出一個分子來 譬如說一些離子化 或是氯化鈉 一大堆的氯跟鈉 切不出一個分子來 那我們就用檢視表示 大家都是金 AU 表示全部了 不然要寫AUN N N AU 綠化鈉 NAC 也好 而且NAC N 好 這樣子 就表示 就看一下就可以了 這理論上學問太好了 我不曉得為什麼國中課本要教這個 但是 課本要講的 我們就跟你提一下 它並不是以分子形態存在 所以用元素方後檢視來表達 然後呢 乳素都是雙原子分子 就是佛氯鏽.2 都是雙原子分子 所以它沒有 氏氨劑存在的不是氯 而不是Cl 而是Cl2 兩個原子構成Cl2 Cl2 OK 氣體除了鈍氣 亥乃雅克那個之外 也都是雙原子分子 所以氧是O2 但是N2 N2 兩個 兩個氧原子構成一個氧分子 它都是雙原子分子 所以要叫你寫 下面有個根價表 我沒有要求你非背不可 我考試也不會單獨的考根價表 但是我建議你會背 因為你會背 你了解之後 配合我後面要教的東西 你就可以寫出化合物 任何化合物都可以寫得出來 就不要單獨去指背個別的化合物了 我會考化學是怎麼寫 中班是一班中 但是我不會單獨考根價表 但是希望你能夠知道 像如果你能夠了解 配合後面要教的 你就可以寫出任何東西的化學式 化學分子式了 那麼這個所謂根 什麼素酸根 氫氧根 那根就是原子團 一坨 一坨原子團 那它的表現跟原子一樣 整個來去運動 什麼樣的運作 叫做根 所以有個碳酸根 叫做根的意思 它能夠理解一下 OK 這裡就要告訴各位 那個化學式的寫法 那個分子式的寫法 那個數目要怎麼寫 寫在哪裡 然後能夠理解一下 然後2H跟F2有什麼不一樣的意思 那你能夠懂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跟各位提的 有關於分子式的寫法